大批监视人员头戴口罩 走进巴德这栋社区大楼 社区警卫也在门口阻挡 不让外人进出 因为里面经传有袁警在住屋处 开枪杀害女友后再举枪轻声 听到消息邻居也都相当讶异 因为许姓袁警和同居女友 前几天还参加了社区的中秋晚会 和大家有说有笑 一点都看不出异状 连他警局的同事也感到不可置信 这名桃源市警分局同安派出所的 许姓警员是在12号凌晨4点 取枪被擒后就失去踪影 同事遍寻不着 最后在他的住屋处找人时 却发现他和他的同居女友 两人头部中弹 双双沉湿在屋内 胃部的疾病经过开刀两次 那只能吃牛子的食物 可能因为这样子生病造成厌世 警方在他的遗书里面发现 他因为胃病开刀两次 是不是因为这样酒编厌世 或是和女友之间发生了感情问题 现在两人都已经身亡 但他的行凶动机为何 还得等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得刘志在临终正聊一句 桃源报导